三選後第十二度又回防萬華 陳時中嘴上沒說 但想必還是因為之前疫情 就怕影響選情 但要說會影響到 還有現在又被攔引爆 他擔任衛福部長齊傑 時任次長薛瑞源 以及政院副院長沈榕金 擋疫苗 用這樣來做以色是不對的 政府在做政策的決定的時候 是綜合判斷 用會議中 如果有用會議中的話來講 那都是不道德的 執政黨不會去擋疫苗 這是一個非常淺顯的道理 我們要為疫情負責 連不道德三字都脫口而出 但這言下之意 是確實有會議提及相關內容嗎 只是陳時中也坦言 要說擋疫苗有啦 只有這款 如果說我們有擋疫苗 就是在中國的滅活疫苗 因為在法上面 在中國製造疫苗是不能進口 道士對手黃珊珊 持續打疫苗戰攻防 當人民在受苦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有沒有極盡所能的 盡全力的去爭取疫苗 還是說用意識形態在做相關的處理 我覺得這個事情可受公平 還有台北市長柯文哲也批 陳時中當初說疫苗中央足夠 不給地方買 柯市長講這話就一點 就毫不負責了 11月23號那之前的時候 我們還是在跟他們強調 說要不要購買 我們跟他報告的這個情況之後 那請他們自己審酌 北市選戰三角都疫苗爭議再被搬出來 儼然成了陳時中挑戰首都市長寶座的地雷 TVBS新聞朱光宏李自衡特別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